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介绍一些关于基本粒子物理的新的新闻 在第二节我认为有一个刚刚这个星期发生的非常重要消息 应该是要和大家介绍的 大家都知道凡是一些颈椎本身的受伤 很可能就会带来一世人、终生的疼劳 那么你要重新挽救这件事 以现时的科技虽然我们有越来越多的方法来帮助 很多时一般都是一些比较靠后来外在的一些恢复治疗 就希望创伤的颈椎部分尽量能够恢复多少就多少 但是随着时间越来越推迟 当你看到他的神经、梳醒能力越来越弱的时候 也意味着很多时的病人越迟接受治疗时 你会看到如果一直不好 也很难有机会重新康复 再加上就算在近期的香港的新闻里面 我们也看到有些很不幸的事件 因为舞台上的表演 就遭遇到意外 令到颈椎受伤 但是在这个礼拜 又是跟瑞士有关 在瑞士的洛桑联邦理工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新发言 他就能够帮我们用一些外加电子的方法 再加上人工智能的技术 就成功把受损颈椎的部分跳开了 令到脑的讯号可以直接落到脊椎 令到病人能够重新走回 所以我会觉得如果坊间 大家都真的继续有好 身边接近到有这些因为颈椎受伤 而全身瘫痪的病人 甚至乎一些有心希望 去引入一些很好的科技 去帮助病人的人 很希望他们能够 都真的知道这个最新最新的发言 希望大家去帮忙广泉 好了 首先说回刚刚公布这个结果 其实是一个自然期刊公布 所以全世界都认为 这次的这种科技技术 成功把脑的讯号接驳到脊椎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绍氏的那位人兄 大家现在在画面上看到 就是接受这个治疗的病人 他叫Oscum 他自己的颈椎 应该是第5-6的这两节出了事 如果大家对脊骨和颈椎的认识 比较多的 你可能就会知道 如果还要是颈椎 你越是想 就是项目越小的这些受伤 就会影响了身体越多的部分 如果你说是C4的部分出事 可能已经令到你本身 手可能已经动不了 或者想动的时候 最重要的肌肉的法力 你是很难去控制 到如果譬如说 C5-C6受伤 可能对于你驾驭的手 和肩膀那里 损害会少一点 但是你如果说 再加一些身体部分 下肢的部分 基本上要控制 也是非常困难 我们有很多不同 尝试的方法 来去考虑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当这些 脊髓 这些内部的神经受损 它自己的机制 能不能够去 譬如说 好像中间的马路 塞了 你能不能够通得回 也好看本身的创伤 大不大 如果太大的时候 它以后两边就像一个圆崖 两边的神经接不回 信号通不了 就是 相残的 这样的现象 幸好的话 它如果的损伤不大 它还有信号 一路刺激 都可以博 慢慢有个机会 双方对口接合 来去 修补 但是具体是要多少 其实也好看 你个人本身的康复能力 和年龄 和接受物理治疗的程度 物理治疗本身就是使你身体上的神经继续受刺激 越受多刺激 它越是有倾向能够活跃地去继续生长 希望有一天就能够接通 这就是物理治疗的原因 就是一定要很有毅力恒心继续去做 如果是年轻的话 本身的神经活动强 亦是机会大一点 康复能力大一点 这个就不难去理解 如果我们以往 科学新知也有介绍过 有什么新的科技是如何 甚至乎在两边 去植入一些电极 就算你个人自己 不行 不做物理治疗 不去动 在你就算在休息状态的时候 或者是这样 去躺平的状态的时候 去继续开着一些电极 来由电那里 外界施加电压 来去继续提供一个适当的刺激 令到它更加倾向继续生长 亦都是有积极的研究 有一定附加的作用 甚至乎 亦都在以前的科学新知里提过 甚至乎我们能不能够 发明了一种新的物质 那种物质当它注入 伤口的位置 是令到它更加能够 去造就一个条件 令到神经线可以更快 更轻易去找到条路 去感受到对方的信号 来生长 这种神奇的新物质 其实我们也有在这方面有少少的进展 但是怎样也好 例如说 这些脊髓损伤的修补物质 外加的电极 这些刺激 其实也是一个 辅助的作用 始终就是说如果创伤的太严重 太大的时候 你也未必能够完全克服 但是对于可能中间一些 原本是可能是 浪在中间的 一些案例 医到不医不到之间 似乎我们现在能够医到的把握 就会更加大 在这个事件里面 这位病人本身 奥斯琳已经是疼务了10年 对于很多时候来说 大家都会觉得 如果10年都没有什么进展 你很难会见到他有机会 看到他的脊柱神经 能够很积极地 继续去生长连结回老婆的信号 就会很难 所以对于这类的病人来说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科技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够 将那些老婆的信号 能够很紧贴地去接收 然后将这些信号能够 能够接到 到脊柱神经 然后接得通 让它走得回 我就是想说 现在这个瑞士 洛桑联邦理工 他们发表在自然期刊新发现 真是帮到一位 已经瘫痪了10年的病人 他在颈椎中的C5C6 就受过严重的创伤 现在就透过他直接 有用机器 植入了一个阅读 去脑讯号的一个装置 将这些信号 放入他背囊里面的数据分析 再由背囊里有另一条电线 接回到脊柱神经 令到他接收到脑的信号 现在你会看到 他是走得回 是一个很简短的 现在画面上 我这里虽然不是在播动画 你可以看到 在扶着一个 好像 一个有轮子的拐杖机器 或者纯粹一条箱 在一个密闭空间 一个房间里面 尝试去做复建的时候 你会看到 他可以控制到 用自己脑 有意识的信号 控制他脚步的活动 而他的脚 有没有需要 一个很强的骨架 去支撑 发觉他越来越少了 最初可能都要 附加一个 好像 一个 机械的装置 令到这个信号 加强 令他给力 去下 但随着他越行越多 一个坦了10年的人 脚的肌肉已经 萎缩了很多 但是随着他 一路去復健 去做法时 他的肌肉的强度强化时 他已经慢慢可以做到 不需要有辅助的机械 依然可以透过 纯粹电子的装置 由他的脑 给信号 经过装置 由他的脚骨 指挥 他自己脚部的活动 我觉得对于 Oxcom 这个不幸受伤的 这位人士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 重获新生的过程 而且更加 令人鼓舞的结果就是 随着他用了这套机器 越来越做得多之后 他甚至可以恢复部分 自主 去走路的能力 一个可以走一个很短的距离 都能够做得到 所以这个不是纯粹一个电子的装置 来博通了神经信号 那么简单 而是整个身体在适应了 外加机器的神经信号之后 令到自主的沟通 即原本创伤部分 两边的沟通能力也加强了 所以对于整个 辅助去日后康复 可以说是一个重新 重启回復健过程 一个很重要的发明 在这里 如果说科学生施 一定要说一些技术层面的东西 可以让大家去看看 究竟这件事是怎样做得到的呢 首先也要好好赞赏 今时今日的电子科技做得非常轻巧 所以整个仪器 基本上可以由 Oxcombe自己背在身上 当然一边就会接着 他头上的信号 一边也会把他摺到腰里的摺头 所以他在中间的过程中 亦需要做一个很大的手术 手术是怎样大呢 大家现在看到 在画面比较倾向左边的部分 看到整个装置本身 和他的身体如何接通了 在头的部分 就需要在头壳的位置里 就要拿走两块头骨 那两块头骨的范围是多少呢 你可以想象就是 两寸乘寸几 就是要是两块这样的东西 每块就是两寸乘寸几 要是拿走 然后就要将一个电子的装置 取代了头骨位置 填了下去 甚至乎希望 那个头骨可以和他很好地接合 而你也看到 他一定是有很多电极 去感受着脑部的讯号 而这个电极是否直接接触 赤裸或接触他的脑部呢 其实也不是 因为如果大家去认识一下 头脑的结构的时候 你就算 割开了外面的皮肤 看到头骨 你就算 再拿开头骨 你看到脑部 但是中间也有一些薄膜 一些透明的 继续包着脑部 这次他只是拿了头骨的部分 但是仪器本身 就算是触碰到脑部的外膜的部分 就不是直接触碰到脑部的灰质 神经脑质 是有一个某程度的左隔 但是也是一个足够接近近一个地步 令到这个电极可以比较准确地 阅读到脑电波的这个讯号 其实整个实验里面 这个部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 也是非常需要很精确的 也很危险的部分 因为你要在脑部里面 贴着头骨 也能做到一个电极的接收 然后 之后 这个它直接叫做 Electrocotigraphy 这样一种 即是 接受这个大脑 这个外面的 接近皮层的位置 去接收他的脑电波讯号 即是比我们一般纯粹 隔着头发 去量度脑电波 它照计是能够 一定是能够量度得更加精准的 因为我们现在要精准到地步 去分析到 它那个运动神经的讯号的时候 最好就是 不需要做到入侵性那么大 不需要那么大手术 但是以现在的科技来说 都需要 能够尽量 能够贴近脑 就最好 你说会不会 将来可以做到微创手术 就不需要装那么大的东西 就这样 比如我们上一两个星期说 中国大陆他们自己也继续开发到 一些比较微创式的手术 就追踪着脑血管的活动 来去阅读我们的脑部讯号 那么会不会这种技术 将来可以融合到这种 阅读老神经的技术 令到瘫痪的人能够恢复暴行呢 我很期望 结合各国的努力 就能有一个新的进展 这里就是一个阅读资讯的部分 那么这个资讯就会放进去背囊里面 一部好像手提电脑那么大的东西 来做一个数据分析 而这个数据分析亦都会将这些信号转化成为 代替了颈椎神经的部分 就将这些神经信号 变成为一个 脊椎本身能够明白到的 运动神经信号 那么这一个这样的output的部分 你看到上面 直进去脊骨那里 就是由T10-L1的位置 就有一块这些这样的 电路的装置 电路装置上面有16个电极 16个电极就分成为三行排列 左边那行5个 中间那行6个 最右边那行有5个 其实就在现在我头壳顶上 这个画面你会看到 就将一个这样的外来的电极 就接进去这个 脊椎那里 就由这个脊椎的神经 去感受到这些电极信号 于是乎 就懂得去动 这样 这也很神奇 为什么会想到 这16个就能够去做得到呢 当然就对于我们整个 运动神经 怎知为之重要不重要 你要刺激到哪部分 就能够驱使到我的下肢 如何去动呢 我觉得这个就是 很多谢那一帮 去研究这一个 运动神经的这一帮专家 令到我们对于 我们的脊椎 脊水 如何去控制 如何去控制 如何发放这些运动神经信号 令到我们走 我们有了这个知识 于是乎 令到我们融合这些电子技术 就能够做得更好 其实看起来就好像很简单 原理可以很容易说 就是 将脊的讯号接入 自己做一个适当的分析处理 变成为一个 我的脊骨可以阅读到的讯号 令到我身体能够走回 完完全全就是将人 当作一个机器处理 然后我们就设计了一个 脊肌界面 甚至乎是机器 和这个神经系统的界面 令到这件事能够实现 这套技术 其实是由 开始试验研发 例如今次的这位少试者 奥斯琳 充心祝福他能够在这个过程中 继续能够获得新的发展 甚至最后能够不需要依赖基础 但在参与这个研究上 他也承受了两年时间 那个复建的过程 和这堆大手术 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负荷 但他也愿意参与这个尝试 令到整个技术进步 有很大的发展 那么你会看到 短短在两年之间 这个脓肌界面 技术到复建过程 我们看到一个 这么重要的成果 亦是为什么 自然期刊 要公布它的原因 很希望 这个技术 尽快尽快 就由这个理论研究 现在这个不是理论的 是实践的层面 去推广到世界上 更多的病人 去参与 最后 希望能够成为 这种技术 成为一个 人人都能够 去帮助 由瘫痪复现过程 一个 一个新的发明 好了 我们 今次这个发现 在这一节 就介绍到这里 先 希望 我们在一个 更加短的时间之内 就看到 这个技术 又有一个 更加多 更加大的发展 这样